各位网友,今天有個網友,火哥,他跟我們設計我們的啤梨晚報,即是Youtube的封面圖 但他問我們的網聚會不會有位,我叫阿13回覆了,我說不要了,下次先 因為我們真是新插都不入,其實連自己的同事都未必能去 火哥,你們放心,這個是小型網聚,要不斷意 我們大型網聚,我剛才想想,不如我們去搞食鋪飛吧 大家聽著,我不會講哪一間,因為他沒有給我錢 首先,我們進去,這個叫海膽海鮮,我不說全名了 每位客人都進去,首先送你一個,赤蝦刺身拌海膽,魚子醬和海葡萄一盒 主題的美讚,包括這個,海膽金湯魚,塔塔其配,香芒乳衣,金藍沙律 魚子醬,海葡萄,唐心蛋,北海道帶子,海膽刺身凍豆腐 海膽梳乳梨,蟹籽,焗大蝦,阿拉斯加三文碟魚卷,海膽黃金燒 主題是海膽,海膽蟹肉燉蛋,海膽紅楚蟹,西班牙海鮮飯等等 其他任食的海鮮包括,空運生蠔,凍蝦,藍青口,日式刺身 包括有鮮三文魚,金蒼魚,鯛魚,八爪魚,甜蝦,起零魚柳子等等 還有無限公斤的果汁,紅白餐酒,啤酒,任飲,多款雪糕 他應該用Woovipac的,Woovipac的 原價,五百八十八元一至四,買一送一即是294,不是598 真是好難抵,星期五六日即是貴少少,當然要 三十八元,原價六百二十八元,但都應該買一送一 三十四元,真是好難抵 還有,如果你生日,正日,或者是前後三日,還有生日蛋糕菜 那時候我跟牛精文去,牛精文去吃雪糕和喝酒 喝一兩瓶,照紅酒都,真是好難抵 好吧,誰有欠料水,我要說一說 尤其是我有個很熟的網友上來,我不在,我沒有出去招呼他 他就說,我的師奶給你,有沒有騙我,怎樣怎樣 為什麼呢,他聽見昨天,常宣說什麼二十元一日 那個,那個叫什麼,綠色那盒叫什麼 我經常都不記得,那個,福利王精 其實呢,常宣表達能力差,我的腦子又轉得快 所以,有些網友,解不到他,他怎樣算到二十元一日呢 那是這樣的,他說他一個禮拜吃一定合到 一個禮拜吃一包 那他一包一千九百八十元,有二十八包 二十八包就是吃二十八個禮拜 我當他半年左右 那你半年,二千元除了半年的 大約是三百多元一個月,他這樣計 是呀,於是乎呢,一個月可能是十來二十元 但是他不是每天吃的,他一個禮拜吃一包 他是這樣計 我跟大家說呢,其實意思呢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網友,吃了一天 當然我替我的生意著急 但是更加著緊的就是,你今次是半途而廢 就是最糟糕的 其實呢,應該是你吃完一兩盒之後呢 就是你認定自己,你覺得沒那麼濕呢 因為你這樣都貴的嘛 一天吃二十八包就一千九百幾 跟著就一個禮拜吃一包或兩包 那你就圍回四五百元個月,自己計 那四五百元個月,就除了十幾雅一日 就是這樣計法 是 但是他表達人的差一般的 那我看到的照片 其實我Facebook看到的 但是呢,我真真正正覺得呢 That's what is 桑台倉田 亦都是我雙熟的地方 我亦都未看過的 這張照片呢,是拍攝於六十年代初 六十年代初呢 距今就是六十年了 或者六十年餘的了 但是呢,時間真的很快 其實我六十年代中後出生 那我加上一點就是六十年代初 那其實原來那時候的九龍是這樣的 那我們其實都知道的 但是知道和你看過都畢竟是兩回事 那這個呢,就真是滄海喪斷了 我們看一張照片先 那這張照片呢,它的標題呢 縮了我們的頭去吧,不如 都可以,遮不到,遮不到都可以 那這張照片呢,就叫做 美麗機場新跑道 那這一條呢,是啟德機場的跑道 那現在你見到,我們有ABCD這樣 那你現在見到,整個九龍呢,很荒涼 我們先看過了那個山 首先講過了那個山 阿正,後面 這個山應該是那張照片的左手邊 我這裡見不到 但後面都是海來的 是吧 那那是什麼海呢 還是,套路說,還是怎樣呢 還是以前未填海的沙田呢 還是其實我們以為海原來是平原呢 那那邊是不是應該 你現在H那裏大約是黃大仙文坑 那後面那裏就可能是沙田來的 其實不是海,只是比較平 沙田也是比較平的 是吧 所以你看上去像是海呢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我們首先看A先 A呢,ABCD那裏呢 其實大家見不見到,是多樓一點的 ABCDE,是不是 是啊 OK 那裏反而是市中心 一去到HGH,其實是郊區 開始越來越近郊區 越來越近郊區 這是六十年代初 但是我認知七十年代初 我出生的時候 這些我所謂ABCFGHIJK 已經發展了 你說那十幾二十年 經歷過的人就知道 你說發展得多快 A,正正在下面 就是圖下面左 其實就是 學園街的發電廠 紅磡學園街 你知道學園街在哪裏 就是紅磡所謂中心那裏 那裏 現在填了出來 又黃埔法院又其他 這個呢 那時也是 全九龍都是在那裏發電廠 就在那裏 那時 B呢 我都不用看稿 B呢 零零細細中間有個島 海參廟 嗯 陶瓜環 其實呢 海參廟後來填了出來 摺了那塊石 他以前是 為什麼我海參 因為是海中心 海參廟 C呢 就是九龍城碼頭 就是我小時候 我長大的地方 你看看多近 所以我小時候 什麼飛機聲 那些都習慣了 有時候呢 我們最小時候 最偏的時候 還會摘一些木窟 找一些法布交 當然下去散 他嘗試攀那個跑道 就是撐那個跑道 當然被人射 好了 D呢 就是十三階 現在就在這裏 你看到那時候這些是樓 其實那裏就是 沒有什麼 E呢 E呢 是九龍城 嗯 九龍城 E那裏呢 其實已經接近郊區 你看到 EFG那些是很少樓的 是啊 F呢 就是 黃大仙 黃大仙的債設區 那時候建好了 嗯 黃大仙第幾座 第幾座是以前 現在黃大仙 走路了 那裏呢 薑爐呢 在那裏呢 黃大仙前面 就是鑽石山 啟德對出 新蒲崗 那時是完全沒有樓 嗯 是吧 是不是滄海滄田 因為我七十年代 我 可能是十年後 我應該去玩呢 是 全部都是工廠大廈來的 嗯 那時還是沒有的 H呢 鑽石山 那時當然沒有 有星河明居啦 H是 鑽石山那些 鑽石山的 你有沒有去過啊 你有沒有印象 你知不知道啊 拆寮屋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啊 鑽石山 沒有去過 哇 那時他們真的上去吃麵 真是好想多吃的 因為有片場可以吃的嘛 挨呢 就是牛池灣 其實已經是 很多田地了 你看到前面有些呢 挨前面呢 其實有些水我餵的 如果你看到就不清楚 是不是水田的那些 好了 J呢 跑道旁邊 旁邊有些爛船 牛頭角 牛頭角 K呢 那裏有些樓了 洗心體 佐敦谷 即是現在什麼 駱華村 即是小小上山那裏 至於呢 K的那邊 其實已經是很郊區了 就是IHI那裏 即是 張相片右手邊呢 就是觀塘 嗯 觀塘以前很忍遠的 觀塘應該我沒有記錯 觀塘 即是我們香港 即是港英政府的時候 第一個衛星城市 嗯 然後才到荃灣 那 你想想觀塘是衛星城市啊 原來那時 啊 就是 這些就是創海桑田 這是六十年代初的啊 不是講到三十年代啊 嗯 但是我七十年代中 我一次出來抱了 即十歲八歲 其實已經是全部 臨立的了 是吧 大瀚村啊 啊 啊 後來搬去做安道 啊 詠春藍也是 所以那時港龍東還沒有開發 但是你看那些山景線 你真是 所以我跟大家講 香港 是英國人做出來的 嗯 OK 講完了 好啦 唉 唉 我今天看到一個post 當然有很多人讚好 我們看三張照片 看三張照片 第一張 就是高鐵的鵝鵝鵝 四人房 仔什麼 嘍 會跟你試一下に 尾 spending 高鐵的鵝鵝鵝鵝 i 不累 快運航空 6月25日 飛北京 當然這裏有三個半小時 六百多元它是未加的 加上很多東西 都可以一千多元 中國東方航空是779 中國南方航空是837 都是三個多小時 那加上這些東西是一千多元 我們看看高鐵 還貴一點 貴成 你成人有二等一等 特等 商務 商務四千多元 商務那些應該是二鋪的兩人房 我不知道 我真的想問 我想問回來 我真的問 有甚麼人會比貴一點 慢一點 少行李一點 因為你不能太多行李 因為車子不能太重 否則走不快 他乘高鐵呢 都有 他擔心有些人怕要乘坐飛機 我真的可以這樣說 我不會 是吧 怎麼打飛機 我都好 有打飛機更加不會 射到旁邊的阿嬸那裡 我們昨天說過的 網友報料 昨天在台灣二度有個交通以外 有個黑色衣服穿低胸的女生出來指揮交通 立即我網友說人家台灣起床了 就是台灣其中一個立幕叫張書晴 我們看看張書晴的照片 這些真是人美心善 嗚 真是 喂 他可能 當然有P 是 我不知道腳有沒有P 我們只能夠全部用不P 人家真的那麼 台灣務真的那麼收場 他連腳趾都長 手精彩 但我們昨天看他都是手長腳長的 就是自分交通 好再去 嘩 真是 我是 其實他都是一個臭皮囊 但是你是不會介意抱著 慢慢找個鼻來吸他的皮膚 香的這些 但是你肥媽也是臭皮囊一個 都是一個心靈的 你一定不肥的 是嗎 好 回來回來 好了 我們今天很短去的廣告 真是趕快去 我們正常是生意淡薄 就不如賭博 但是賭博 現在都有些賭博 廣告叫你們 喂 因為這樣 沒有頭家 沒有朋友 沒有前途 快點 戒賭熱線 其實我覺得很 怎麼說 真的很虛偽 你賭博 上賭博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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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泰國餐廳 好飲得太多 你買一包回去 你不要加東西 跟回去的 開水 因為它濃縮 用來煮可粉就可以 用來做湯就可以 那你喜歡吃渣的 就可以加些蝦 蘑菇 但是我想你先試一下 齋湯 我認為好飲的百分之 我沒有吃過 百分之八十的泰國餐廳 外面的泰國餐廳 那大家試一下 四十九元 下一張 這個是我們 成日斷貨 OK 我們有三種產品 我們會有 泰式的串燒 就是雞肉串 會有 豬肉串 裡面有 咖哩汁給你的 五十九元一包 回去 加熱就可以了 OK 好 再去 另外這個就是 豬頸肉 豬頸肉就是七十五元 這個豬頸肉就是一流 連我老婆都很喜歡吃的 你們用來加菜 這個 你們其實回去加熱就可以了 是很棒的 好 再去 當然 我最推薦的 我們買了最多 就是這個泰式鳳爪 泰式鳳爪就是五十五元 就這樣解凍 我們就吃過 看波燒一流 一流 完全是 它是給雞尼泰式鳳酒 不難好吃 但是它是超好吃的 人也太肥 另外還有 有沒有想 我們先別說這些 上演的那些事先說 另外 我們有個香茅糧換雞翼 就五十九元 還有 有網友吃過 我想吃那個醬 青 我們出去了青咖哩醬 只是炸的醬很大包 三十九元 大家可以自己入站 回去自己煮東西 拌飯 都可以的 好了 我想和昨天有很多人訂 昨天上演講得一塊塊 但是我不會再加講 這一隻就是富興水機 我們現在買得很便宜 我上網看過 原來不是賣二千九百多 是三千多元 因為這個是最新的 很可笑 所以訂了一個朋友 其實我們全部通知了大家 如果訂了一個朋友 你不介意的話 我們是有盒有成給你的 但那個盒竟然不是這個模特兒 原來沒有 因為這個模特兒的盒 是下禮拜才印好 是一個最新模特兒 OK 但是沒有所謂的 它的保養書 那些文件都有了 那些書 說明書 那大家呢 都你說想 早買早享受的 我們都照寄給你 或者照上來買都可以 但是那個包裝呢 包裝那個盒 就不是這個東西 是另外一個舊模特兒 OK 但是我們當然是新貨 三千四百七十八個 輕 我也不知道 輕的量子 這樣 好了 如果說不是我送給別人的 我想要一個新的 就是什麼的 其實那個廠呢 因為那個貨剛剛出 那個廠呢 這個禮拜就會做完 其實做好設計 應該下星期就會有新盒 那我都OK介紹 因為其實呢 外面這些東西很多的 但是呢 真的大約是那個 濟興呢 大約一千個PPB 那我們是三千四百幾 三千四百七十八 是吧 又可以做到鹹水 那一家人喝都OK的 那我覺得 其實呢 我們看下了一張圖 我還未細細研究 因為上天上天跟我說 我又沒有什麼 怎樣去特別講 我又做了一張的 另一張的 這個什麼 你看到那些人來煲茶 又用來不知沖什麼 好像很多用途 那等上天再有機會上來去講 又或者等我 了解完再介紹 那什麼抗氧化 什麼自由機 那些都是 促進你的組織修復 那 水是很重要的 我正跟大家講 就算你不光顧我都好 基本上我認為 你怎樣都要買一些淚水器 最起碼 淚水器買一個好一點的 淚過之後都還要再煲 可以說 特別是住新界九龍的朋友 負擔都說 甚至乎在外面買水 現在有很多人 是用來洗澡 什麼的 煮飯都不 因為香港的水 特別是九龍和新界區 完全不行 這個就不是我們老友 郭博士講 或者 隨法寶博士 林依賴 其實很多頻道 香港 你經常想像一下 我們的地下喉管 用了幾十年 一百年 喂 換了我身口 但是 譬如 在大埔 去到沙田那條喉 喂 幾十年了 換了 去到沙田 不知道什麼街 再轉彎去 積什麼街 那一段 幾十年了 那些有什麼喉管 你覺得怎樣 先不要講那些水 大家知道什麼水 冬江水 所以呢 所以 病從口入在 正正是這樣 如果 負擔得到 買一個好的泥水器 嗯 這個很重要 真的 如果不是的 買個 有些千多元 我想美國那些 你泥完之後 都隔了很多東西 嗯 然後再煮滾它 都是窄窄的 有西陣